随着国人对慈怀护理的意识增加 受访日间慈怀中心表示 整体需求有所上扬 有中心目前每天接待的病患人数 比去年7月开始运作时多了一倍 记者洪宝林报道 87岁的癌症病患钟伟荣 最享受来到托福院高阁医区 看了他放了歌我就唱一点 他会说你唱得很好 他叫我唱我就唱了 献丑了 来这边就是放松一点 有人讲话大家都没有了 托福原指出 病患人数过去两年逐年增加 很多时候他们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的话 他们的社交圈子可能会比较狭窄 他们还没有跟其他的人去做交流 这对他们的心理的健康 其实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来到这个日间护理的时候 他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个病患一起交流 一起玩游戏一起做活动 74岁的王亚裔患有癌症 他每周五天会到慈怀绿洲参与活动 我做半个医工 对我自己也好 对病人也好 因为我忘记很多我们的 我的 有一种痛苦 慈怀绿洲指出 大众对日间慈怀护理仍然陌生 大家的感觉就是 我要去日间中心 然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或者爸爸妈妈已经很不舒服了 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地方 可是当我们说服他们到我们这里 他们都会很惊喜 就会说 其实这个地方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快 是临终的那种情况 每个人都很伤心 两家中心也表示 为临终病患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 西传美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